大家看我这一颗用火龙果嫁接的令剑鹅花 现在长得是非常的霸气 一般正常养护的令剑鹅花 要养三年以上才能正常开花 但是通过嫁接的话 有可能一年就能让它开花了 那么具体怎么用这个火龙果来嫁接呢 首先是我们要将健康饱满的火龙果枝条 养好养得肥肥壮壮的 然后在顶部这个位置将它削平 接下来剪一段健康饱满的鱼骨令剑鹅花 然后把它削出随心 把它削出这种状态 接下来我们对准这个火龙果的随心 直接把这个鱼骨令剑鹅花把它插进来 这样就完成了 看到没有这样就嫁接完成了 因为火龙果它比较耐肥比较喜肥 所以后期不管你怎么施肥 它都不容易产生肥害烂根 这样的话就可以能让另剑鹅花 大量的吸收营养 让它长势更加的旺盛 就像这一颗一样 后期开花就更加多了 大家不妨尝试一下 好了 我们下期见